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嵌入开发环境中的代码编辑器的介绍 那么说到代码编辑器 我们先要区分一个概念 就什么是编辑器 什么是我们的ID 集成开发环境 那下面我们先说一下 在我们很多PC上所用的软件 大部分人来说 我们都可以起个名字叫ID 也就是集成开发环境 什么意思呢 那大家来思考一下 我们说如果要想把一个软件编译出来 或者生成出来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来说我们是不是先有编辑的功能 对不对 也就是说通过写我们的Mile函数 写我们的代码 写我们自定义的一些投文件 甚至来说一些具体函数功能 那么我们要进行所谓的什么 代码的编写功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编写就有很多工具了 比如我们的记事本 对不对 甚至来说可能比较绚丽的一些 等等的一些功能插件 它可能都作为我们编辑器来处理 然后呢 但是编辑器是不是光有编辑器就可以呢 我们说不行 因为你这个编辑器最终生成的东西 是不是人能看懂的一些代码 对不对 我们最终要想让计算机运行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编辑器编译好的文件 通过我们的一个叫做编辑器 编辑器就是说 相当于把这样人能看懂的编成一码成机器 能看懂的一个什么 一个工具 这就是我们编辑器 当然在有些场合中 比如我们写脚本语言 它可能有个解释器 其实效果是一样 最终的反正把编成什么 编成另外一个人能看懂的一个语言 就可以了 好 那是不是有了编辑器和编辑器 我们其实就可以了呢 那很想象还不行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程序员还需要一个什么 调试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一种调试器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公司 能把编辑器 编译器和调试器 都做在一个软件上 那么这样的软件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集成开发环境 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发者 其实要经过三个步骤 才能把我们的程序最终的发布出来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三部曲 全部集成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一种什么集成开发环境 比较典型的集成开发环境 比如说我们的VC VC其实是最典型 比如说我们比较经典的6.0 当然现在可能用的比较少了 然后我们的VSO Studio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2010版 或者是2008版等等 都属于我们的集成开发环境 那我们Eclipse 比如我们开发安卓的Java 那么用Eclipse来开发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它是不是也可以调试 因为我们装了ADT 然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编译 因为它有Java的字节码编译器 或者安卓的那个编译器 它都安装好 对不对 甚至来说是不是也可以编译 对不对 所以说总体来说 ID工具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全的开发套件 但是在我们嵌入时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们嵌入时开发的时候 它可能设计到的是一种不同平台 就是说有可能你今天开发的是ARM平台 以后可能开发了X86平台 甚至来说可能还有MIPS平台 PORPC平台等等很多 这个在以后课程中我们会单独介绍 嵌入时的平台很多 所以这样的话就遇到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 那我们这样来思考 假设说这个圆圈是ARM平台的 然后这个椭圆形长一点 咱们叫MIPS平台 或者是叫PORPC 反正就是其他CPU体系的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的这个编译器 因为你是翻译者对不对 那很显然这个编译器是不是 需要把我们人看懂的语言 翻译成这个人的看懂的 可能是这样一个正方形 对不对 而这个椭圆形CPU呢 你用正方形去翻译 它是不是很显然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我们把这个正方形 可能要换一种编译器 叫长方形的编译器 好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就必须要有两套这样的东西 才能开发两套平台 对不对 而甚至来说 调制器是不是可能也不一样 因为你这两个硬件结构都不一样 就是说它的那个调译接口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可能还有什么 两套调译器 那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来说 我们在嵌入式开发 有没有一套ID工具呢 那这就很麻烦 因为我把这个平台的集成开发环境搭好了 但下个平台是不是不满足 所以我是不是又要从头的搭建 什么下一个平台的开发环境 所以说在嵌入式开发中啊 我们很难的能找到一款什么 非常通用的集成开发环境 一般来说 集成开发环境呢 大部分都是跟我们的CPU 就是或者说跟这个具体芯片公司提供的这个芯片啊 匹配度很高的一个开发工具 在以后我们的物联网课程 或者是ARM课程中 你会看到有个工具啊 是MDK 那么它呢 主要针对 其实就是ARM的 如果你要想换一个平台 那又不行了 你又要换其他工具 所以说在我们嵌入式中呢 很难能找到ID 这样一种非常完美的一个工具 不像一个Lips这样一种工具啊 就是说大家都可能用的 所以说更多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寻找编辑器 编译器和调试器什么 三者可能都不一样 然后把它组合 我们自己认为你熟悉哪一个 然后把它组合成 然后形成你这次开发环境的ID工具 那重归怎么说呢 就是编译器和编调试器啊 相对然要复杂一点 因为它涉及到的 跟具体平台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们想啊 这个编辑器不存在了 因为我们记事本 是不是就是个最好的编辑器 因为它可以敲代码 对不对 可以敲我们人能看懂的字符串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那对于嵌入式开发呢 首先我们先掌握编辑器 等以后编辑器熟悉过后 我们以后的开发 其实就看我们开发什么平台 再选择具体的编译器和调试器了 所以说在我们的嵌入式开发中 我们对于编辑器的选行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因为在我们开发中呢 一般来说用的平台比较多的 一个是Windows 一个就是那个Linux 那么Windows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软件 叫Source Insight的软件 那么在我们的那个Linux下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叫VIM 那这个软件其实在之前我们已经用过了一点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基本工具 那我们下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Source Insight 那么Source Insight这个软件呢 在我们的给大家的共享软件中呢 已经有了 大家可以把它下来安装一下 然后输入你的那个相当于的License就可以用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Source Insight的一些使用技巧和使用方法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定位啊 它的定位其实这个工具啊 它有的时候你有机器本了 你为什么还要介绍这个软件 对不对 它首先来说确实这个编辑功能没有问题 那么而且很方便啊 因为它有一个什么 有个自动提示功能 一会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自动提示 因为很多时候啊 像我们定义变量的时候 可能名字很长 如果说你把它记住 有可能或者是你虽然记住了 但你在敲代码的时候 有可能在什么 敲错一个字符 这样是不是就那个语意就发生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尽量的用一些什么 自动提示的功能 可能会更加方便 对吧 好 同时这个Source Insight的啊 不仅仅是自动提示 同时它在什么 看啊 看工程代码的时候 工程代码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的 为什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Linna系统 它的内核其实很庞大啊 如果我们细细的看的话啊 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一个那个思路啊 就有人统计过啊 在Linna是很老版本的几个 比如2.6点几的版本中啊 我们看一下它多少行 咱们呢 就算一秒钟看一行 你要把所有的Linna是代码啊 全部看完 你至少要用两年的时间 那大家可想而知啊 就是说你要是按照一行行看代码 很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需要借助一些工具啊 借助一些工具 帮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些代码的一些层次关系 所以说这个Source Insight呢 其实它不仅仅是编辑型啊 更好的是一种工程代码的什么查看器 所以这是它的特点 在以后我们会接触很多很多的工具啊 包括很多很多的远码 比如说我们的Google的啊 那么它的一些Source啊 包括我们内核的Source啊 甚至还说可能还有BootloaderSource等等啊 那么这个工具呢 在应该说作为嵌势开发人员来说啊 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一个软件 所以我们在这边